打球 推后场 安萨龙回球出界 李子佳赢了 李子佳拿到了生涯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冠军了 这是2021年全球赛南端决赛 这也是李子佳生涯最霸气的一贯 这场比赛的李子佳面对如日中天的安萨龙 打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双方来到了19比19 李子佳招牌的下蹲击球好球啊 20比19拿到局点 但是比赛远远没有这么容易结束 杀追生被防住了 李子佳再批杀 哎呀 这球居然吓我了 安萨龙也要杀一个追生 这种追生球对高克子来说其实真的很难防 安萨龙连续的时候李子佳又拿到了局点 安萨龙再杀一个追生 像这种球打出来确实无几啊 真敢发呀 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批了一个直线 双方也是真给机会 安萨龙这种球也能披杀出界 这种球其实是机会球的 这个招住了 两人打球就是看谁的杀球把握性更高 吧 老板 李子佳的杀球把握性上来了 弱点非常的刁钻 哎呀本来很好的机会球往前的强往没有抢到 再发货场被预判到了 漂亮的滑板 再回戳 机会来了好球啊李子佳又拿到了据点 28比27 这球是剑类球 暗色龙宠宠室在关键球上失误 李子佳也回应了 29比29双方要一球决胜负了 暗色龙调后场又出界了 李子佳炙热一声怒吼如同夺冠 这局真的太霸气了 如果不是规则我估计都能打到40平板 第二局的李子佳又是18比14领先 但是安塞隆就爆发了 这个勾队叫珍西啊 安塞隆现在把精力全部放到了往前了 他发现进攻可能是真杀不赢李子佳 李子佳这第二局确实是失误有点多了 18比18 又是一个失误 这种球在第一局基本上都是要拿分的 终于杀出来了 我的天哪 太霸气了 这时候李子佳感觉比现在还要暴力 安塞隆也杀了一排直线 气色上我一定不能输给你 失误了20比20 难道这局又要打到天荒地老吗 李子佳在往前连续失误 安塞隆22比20 扳回一局 双方来到最后的决胜局 不过决胜局的比赛就彻底成为了李子佳的表演了 非常高质量的回放 安塞隆出击了 15是一个分王 安塞隆这往前球也突然一下就不会打了 这样的话那就没息了 披萨也出现 这种球打出来就可以看出心态波动了 你看又是一个手 力子佳则又是一剧点杀对角 杀人猪心啊 18比7领先冠军妥手可得 安塞隆也基本上放弃这局比赛了 不怎么想接球了 李子佳20比9拿到赛点 最后安上了一个非常随意的回球出现 李子佳21比9拿到全赛的冠军 这也是李子佳生涯第一个大赛冠军 现在的他更加的成熟 未来世界冠军 我觉得也只是时间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